包娜娜出生于1950年 她自幼就有歌唱天分 常参加各项歌唱比赛 当时包娜娜的父亲在电台工作 当包娜娜就读《胡威女》中时 电影《梁山博语注英台》 把台北变成《狂人城》 她不但对她非常着迷 而且每首插曲 更是唱得滚瓜烂熟 1968年 当时18岁的她就读《台北实践家专》 那时她半工半读 经常代表学校对外参加歌唱比赛 而她的姐姐包娜娜 当时一心想要在歌唱界发展 所以那时候她已经在台北的歌厅助唱了 但因为姐姐一致害病 需要长期休养 于是由包娜娜顶替 而她也欣然退学 代替姐姐演唱 就是因为她在这里助唱 所以才能偶尔被星探发掘 之后她受到《洛鸣道赏》时 介绍给台式的分支 参加台式群星会 成为台式综艺节目 指定的歌手 后来机缘凑巧之下 在1970年 她的歌唱事业 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她演唱连续剧《星宫残梦》的主题曲 结果一唱成名 当年此剧轰动了整个台湾 于是也带红了此曲的主唱人 接着她又出了多张唱销唱片 说她是当时歌坛当红的 乍仔机一点也不为过 在那个年代 习惯购买古典音乐 及西洋歌曲的哥哥 竟在香港流行着 粤语歌曲的年代 买了一张国语专辑回家 当时有人心想 她可能只是问同事商界 把歌曲录在卡带中 然而过了数周 她依然未有所动 那张唱片 还是依然留在家里 后来有人经不住问 这张唱片是否由她购买 答案竟是yes 可是这张唱片在家中出现 似乎也是一张过期的专辑 而且一直以来 播唱的次数极少 哥哥购买的动机 至今仍是一个谜 她曾经说过 包纳纳在台湾也是一位 很著名的歌星 但代表作是什么 她却说不出一首来 但若问我认识她什么歌曲呢 我会不用费半点力思考 即说出事 热泪烫伤我的脸 然而这歌是怎样唱的 我又恨不出半句 原因只是 我家有这样一张唱片 但我不敢相信 她直到如今 播放率不足五次 这张唱片原由 迎合唱片于1973年录制 在新加坡及香港 则交由EMI代理 不过却使用旗下一个小厂牌 MFP出版 而中文一作万福牌 虽然专辑的标题为 热泪烫伤我的脸 而据说也是她的名作之一 但是由此可见 当时包纳纳的影响力之大 但正当包纳纳红的发紫 紫的发亮时 却突然吸引 消失在荧光幕前 仿佛人间蒸发 据说 1978年 她和邓丽君受邀 到新州演唱 小当一时兴起 充当红娘 介绍她和新加坡的音乐才子 傅春安相识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两人一见钟情 不久就相邪 步上红毯 从此 包纳纳洗净千华 起手做羹汤 小两口日子过得安逸 傅春安弹琴 包纳纳半唱 夫唱夫随 情色和鸣 如此这般 悠悠忽忽过了十年 直到1988年 央视春晚节目 诗人才再次看到 包纳纳的身影 那晚 她演唱一首 365里路 她一开嗓 就让人惊艳 充满感情的柔美歌声 听得观众如醉如痴 可惜 只是昙花一现 在观众掌声中 傅太太又回到新加坡 放下麦克风 拿起锅碗瓢勺 当家庭主妇去了 如今 音乐才子傅春安 已是新加坡运输 航运借巨子 经常出资办慈善音乐会 她和包纳纳的次子 傅宇浩 也叫傅英豪 天生有着一副豪嗓子 遗传了两人的音乐细胞 她从小就非常喜爱唱歌 并参加多种歌唱比赛 完成学业后 傅英豪毅然决定 到台湾发展 曾参加中式 超级星光大道 曾经到星光三班前20强 被淘汰后 她卷土重来 之后再次参加了 明世明日之星选秀比赛 资深艺人第二代 闯新何有多一例 她目前正在台湾的演艺界发展 在参加明日之星选秀的时候 她几乎一路畅通无阻 这和她本身具有的才艺分不开 经过数月的努力 她一路披风展浪 成功未免 并且朝着总冠军的位置进发 她当时也透露出 当年淡初歌坛多年的妈妈 是因为受到了邓丽君的撮合 才和自己的父亲在一起恋爱的 傅英豪透露说 当年包娜娜之所以会认识父亲 是因为和邓丽君一起到新加坡演出时 透过邓丽君介绍进而交往 之后在1976年怀了哥哥后 便定居在新加坡 傅英豪表示 妈妈的身材和皮肤一直保持得相当好 今年也常到世界各地参加国标舞比赛 还经常拿到冠军 当时为了庆祝母亲节 傅英豪趁着比赛空档 返回新加坡和家人团聚 她笑说 不会特别准备礼物 但会送花并请妈妈吃饭 傅英豪表示 父母其实一直不赞成 她进入演艺圈 她说 妈妈担心这条路辛苦 希望我别走 所以我用离家出走的方式 回来妈妈的故乡出发 直到这次她拿到好成绩 包娜娜终于给予肯定和鼓励 并表示她未来 若能拿到总冠军 她愿意重回台湾 与许久不见的观众见面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傅英豪并不知道 她的母亲 是一个很红的歌星 直到她13岁 念国中的时候 她才知道这件事情 而她也曾经练过 田径三铁项目 拥有帅气的外表 与健硕的身材 但毕竟体内留着妈妈 包娜娜的歌唱细胞 从小就热爱唱歌 就读美国南加州大学时 更俯修音乐歌舞剧系 她觉得妈妈 包娜娜歌声除了好听 还很有爆发力 当被问到自己遗传几成的时候 傅宇浩坚虚说 大概只有一成吧 傅宇浩来台发展 获音乐人陈希上时签下 并为她制作首张专辑 《好的爱》 所拍傅宇浩自创歌曲 《好的爱》MV 请来任荣轩 担任女主角 剧中饰演相恋情侣 无奈她患不治之症 两人被迫分离 她的情感内心戏份吃重 却不见青涩 任荣轩更赞 傅宇浩阳光又像韩国人 路线很广 吃得开 当被问到 妈妈包娜娜 贵为前辈 是否有耳提面命什么 傅宇浩说 妈妈要我努力 认真和谦虚 很希望有天妈妈 能以我为荣 来台湾帮我打气 当经纪人陈希夸赞 她在音乐路上很努力 傅宇浩还百感交集 感动到流泪 包娜娜擅长抒情歌曲 从出道到退也 才断断十年间 就留下好歌无数 如谁真心爱过我 月光向情网 热泪烫伤了我的脸 不要离开我 临走的誓言 令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 长发未君俭 这首歌曾被 许多理发廷和美容院 当作招牌歌 而当她退出娱乐圈之后 她便很少会出现在 大家的面前 她的现状也很少被曝光过 所以她几乎一直过着 远离尽头的生活 她也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也逐渐放弃了 自己的音乐事业 没有再发行过新的歌曲 不过她对音乐的热爱 并未改变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都不认识她 除了看着她走过来的 那群人之外 很少再有人知道 她当时是台湾的著名歌手 是远东十大巨星之一 当年在东南亚地区 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很少再有人知道 她当时凭借一首 《365里路火遍大江南北》 正式打开大陆市场 以前的她是真的红 以前出版的专辑 都会有超过一半的歌曲 被本地艺人选唱 灌录成专辑 黄小军就选唱了她很多歌曲 无论是快歌 或是慢节拍的歌曲 黄小军惯唱得不亦乐乎 像轻快的 谁真心爱过我 12345 月光像情网等等 包娜娜的抒情歌曲更棒 像证明我多爱你 当作没有爱过我 寂寞半柔情 长发未军简 临走的誓言等 作曲人和填词人 都为她写了很多好歌 黄小军在选包娜娜的歌曲时 很特别以自己的歌录为准 黄小军的表现也令人满意 但是在2010年 很久没有露面的她出席 驻新加坡代表处举办的国庆酒会 明星风范语出色的气质不减 当时她说 目前很少出席活动 但提到儿子喜欢唱歌 他曾来台湾参加歌唱比赛时 很开心地表示 会让儿子走自己喜欢的路 当晚出席酒会的她 虽然很低调 但是还是依旧美艳动人 她的皮肤保养得非常好 现场许多人看到她 有的大呼意外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很少参加活动 但因为是国庆酒会 虽然人在国外 也要特地来庆贺 记者说 仍有许多人怀念她的歌声 但包娜娜表示 目前已完全与演艺圈没有联络 记者再进一步问 对儿子傅英豪传承好歌艺 也曾到台湾参加歌唱比赛的感想如何 她略表惊奇 但眼睛围之一亮地说 你也知道这件事 随后开心地表示 会让儿子走自己喜欢的路 包娜娜当天与夫婿一起出席 两人互动亲密 傅春安还细心地帮她调整名牌 感情好羡煞旁人 虽然已经退出歌坛多年 但当时很多人给她的评价 还历历在目 比如当时包娜娜翻唱了 凤飞飞的一首红歌 他们称赞她的歌声征服了 东土西域 大江南北 现如今 包娜娜对自己的生活 也算是比较满意的 儿子继承了自己的优点 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很好 再加上衣食无忧 她还有什么是不满足的呢 虽然当初退出歌坛 可能有些后悔 但是在幸福面前 这也都不值得挂在嘴上一直说 希望她的生活一直都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